為什麼有什麼都好流喔 這一集會中 這一集會中啊 二三十萬跑不掉 阿如果沒有到三十耶 羅奔 欸 如果有破三十 送一隻公仔 好 可以 底下留言 底下留言 恭喜孫生開公仔店 對 付眩頭髮越來越多 趕快跟鈴鐺買公滴 好 留言 我也抽鳳滴送了 那要破二十萬好了 現在三十萬而已 破二十萬 要破五萬喔 這麼想送是吧 送公仔跟鳳滴好不好 底下留言 偶天突然開始閒聊 於是就開啟了這個閒聊系列 反補強補 對啊 連他去球場超累的 怎麼了 維他命C 我們已經老到開始要吃飽 對啊 歡迎保健食品廠商 我必用 我用維他命C遮住你的重點部位 欸 我沒有老的話 他只發茶包 香片茶 烏龍茶 欸 你真的會吃維他命C喔 我也會耶 還有膠原蛋白啊 葉黃素啊 葉黃素以前我不鳥的 後來我覺得一定要吃 真的要喔 因為我一直用電腦 而且現在一直用手機 會流眼油耶 就是 就是老了 就是跟大家講一下就是 現在大家都要注重保養 對啊 以前都是完全不會care的 因為我們隔離一隻臉嘛 對啊 我今年要翻死了耶 還好 要40了 這不能講吧 這不能講吧 我說我剛跟林彈聊到說我覺得 他很強 因為他等一下還要去記 然後他現在還可以來拍片 超猛的 滿有熱情的耶 不知道為什麼 你為什麼做這行不會累 好多已經做到很累了 很累啊 可是就還是想要進食啊 到底為什麼 欸 可是他也不會累啊 我好累喔 我好 一天錄四五場 大家都暈絕 我每次很累 然後回到家之後 我就會想要做自己的事情 跟看劇場之類的 類之女王 你是快轉嗎 我沒有快轉 我是1.25倍啦 我不會跳著看 但他會跳著看 他是1.5倍加跳著看 是喔是喔 那你幹什麼看啦 那你不要看好了 這樣不會覺得 現在一直拍短音很累 欸 我覺得短影片比長影片好耶 是喔 我比較喜歡長影片耶 真的假的 短音音好累喔 短音哪會累 一天拍五六支碎片畫其實很累耶 我比較喜歡短影片 因為快速 然後可能跳一支舞就結束 或是聊一個話題 對啊 我很喜歡拍短影片 長影片對我來講比較累 因為你還要跑電什麼 像我們等一下可能就要跑電 可是長影片可以完整的表達 更細的東西啊 我們要表達什麼很細的東西 對啊 你根本沒有細的東西啊 你說 啊你到底要不要去大便 來 請看女生 大家趕快買蹦丁 你今天有用嗎 有喔 不用露肩袋 像這種衣服你就可以直接用蹦丁 三倍厚 原本是790 現在只要590 那好便宜喔 連結在這邊 哈哈哈 超黏的 可以黏到甜蜜蜜蜜蜜 奶頭不會不見 哈哈哈 你說奶頭掉下來 哈哈哈 你會不會是覺得只有1 真的假的啦 一定要啊 要集中啊 有啊 趕快買起來 拜託別露點 這個按鈴搶答 按鈴 起床答 而且你有兩個耶 廢話喔 誰沒有兩個啊 我說我以前都會先打開youtube 然後看大家發什麼影片 可是我現在都先打開脆 完了脆脆的 完蛋了我現在不看唱影片 好乾脆耶 剛剛脆脆脆 然後我現在都直接打開提套 對狂滑耶 因為這個滑得很爽 你不覺得越滑越笨嗎 可能是因為現在大家沒耐心嗎 還是時間縮短了 而且你的溫泉蛋短眼影好好看 怎麼那麼好看 超越正片 那你算是走在正序以上嗎 然後女孩對我也不會反感 因為我是女生 少女生哪有差啊 但沒有男生少男生不舒服 你現在天天運進我 這人超怪的 不會回家有時候覺得 啊幹明天不想拍片 我不會不想拍片 我會一直想拍片 幹你好強喔 不會算 那你們都算戰鬥狂耶 我是很暴衝的 要趁現在還可以動的時候趕快使用 那你覺得這股正能量跟衝勁 是不是跟收入成真 我覺得是 因為它有點像是 電等級打怪獸一樣 你看到你的那個帳戶的收入 一直升 你就會更有動力去做這件事情 那是因為你有在賣貨喔 因為現在所有網紅業配都變少 我跟你講真的變超少 而且我們熱天的工作也變少了 蛤真的嗎 而且現在熱天的競爭太激烈 就是除了有熱天以外 還有其他球隊 現在又還有很多韓籍女孩 韓籍你說韓籍 你說蕃薯嗎 蕃薯女孩不是只有一位嗎 沒有現在每一隊幾乎都有韓國人 可是大家工作變少 可是又只集中在最主要的人身上 沒有啊現在很多廠商都是 可能有二十萬預算不會找一個人 他會直接發給二十萬 很善嗎 然後他隊其實不賺錢 但是我自己的話是興趣啊 就是我喜歡跳舞 你都擠一百年啦 一定要百好不好 十一 那現在如果女生還有那種啦啦隊夢想 我覺得還是可以去嘗試 因為它是一個跳板 然後有曝光度 而且對於素人來講是一個很好的品牌 很心驚的我也沒看過 但到底有哪些團嗎 棒球有六隊 然後籃球也蠻多隊 像我們三十幾個 然後其他隊二十幾個 真的有這麼多位置可以一次站嗎 沒有啊就是排排字 所以我們班也變少了 因為太多人 對阿這樣子大家的工作經濟會變少 所以要往外發展啊 連啦啦隊女孩也會被扁平化 對啊 因為太多啦啦隊女生 扁平竹話 好便利我對不起 對啊 那真的很競爭 很競爭 就跟YT以前一樣啊 沒有現在就是要斜槓啊 那領旦大部分啦啦隊女孩 他們都有跟你一樣在賣東西 我們還有一個讓直播 我覺得蠻幸福 但是直播現在也飽和了 就很多東西都飽和 什麼都飽和了 什麼都飽和了 什麼好飽喔 什麼新單元是不是 那你要找那個女生的 今早死復活 Let's go 以前我們小時候是很想要紅 可是沒有任何機會 可是這十年過去 現在又有點回到當初那個時候 因為什麼都有機會 所以做什麼都不會紅 你說對於現在的機會反而太多 現在機會是多到 你就算得到那個機會 能得到的報酬 跟成果也都只有這麼一點 對因為太多人都可以用這個機會 以前你好不容易上一次男子漢 或是棒棒糖 就好像一個影片破YouTube 一百萬流量一樣 對 但現在短影音破一百萬流量 他就一千粉絲 大家還是不知道他是誰啊 然後他也不會賺到錢 或接到通告啊 欸真的欸 好多抖音像有趣的影片 可是我不知道他是誰 但我覺得蠻好笑的 如果是以前跟現在的話 會比較喜歡哪一個 我知道以後要直播待會 玩啊 會更累 你要不要來二手拍了 還是得要啊 要夾這頭的我都要 要吃個飯啊 我覺得錢夠用就好 但是要看你知道是幹嘛吧 像我自己就是想要買房子 所以我才會一直賺錢 一直賺錢 像我最近開店啦 開工廠店啦 第一次會這麼大款欸 零蛋是不是覺得很少 就是我覺得有進步了 有進步 至少他拿錢 以他來說進步很多 對 而且他難得會願意投錢 長大了 就跟餐酒館我有投錢 所以我就會很認真的找人去 因為我們很少聚在一起 我們也很少 這就是長片 不要講什麼短片喔 為什麼我討論短片是 我很多爆點 很多精彩的東西短片 因為那六十九十秒 因為以前孫生可以醞釀 他現在短片 你都要直接爆蛋 對我不能不醞釀 我現在沒辦法對點 開頭就好 你怎麼都行啊 你怎麼做夢者 我覺得可以讓觀眾 你了解一下我們這一行 成長史 對但是我們已經 比一般人幸運很多了 欸我跟你講 我每天晚上也都會想說 我今天做了什麼事情 然後有什麼事情 要再努力 要怎樣才可以更好的品質 對 我每天都會那麼想欸 而且因為你一個人 所以你有很多 自己可以思考的空間 我覺得me time很重要 要 萬一me time還是什麼 新的教導師 嚇我一跳 沒有自己的時間啦 其實自己獨處也很重要 超重要 就是你可以想很多事情 對 好沒事 反骨講骨 喜歡這系列在留言告訴我們 專門找一些老藝人來講骨 會有人愛看反骨講骨嗎 而且我跟你講其實超多 因為以前不是大家都說 是小屁孩才會看我們的影片嗎 其實超多成人都愛看 只是他們不敢承認而已 因為我們後來長大了之後 他們才會說 我以前超愛看你們影片 每個人心裡都會有那個無厘頭 跟一個想要放輕鬆的心 大家想要無腦 因為我們當時是想要 我要是讓大家開心 我們也沒有想要開心 對 那後來因為一直被觀眾踏罰 所以才會慢慢轉型 你會深受痛苦嗎 因為大家會覺得長大後不能無腦 不行我無腦 他是善良的無腦 所以我覺得 他還是能活在這個世界上 我們會有很多的花蕊在外面 像你可能是敷衍 我的核心雖然很龍土 但就是善良 對你就是好手而已 大家都是善良的 靠電話怎麼會聚在一起 就是我們不會去傷害人 也沒有這個腦袋去想要怎麼設計人 只是我就跟他講說 絕對不能找我們拉隊的人 就不能亂約 相當的感動啊 北車兩滴類啊 有一次去吃那個 陽明山的炒山葉未明啊 對 吃吃突然一個粉絲跑過來 說說 北車兩滴類 哇這麼久以前的事 我說哇靠 這個是多久以前的事 對啊 因為他不是講什麼地驚 不是講什麼什麼都看看誰 對 他講北車兩滴類 很detail